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下面学习《相关庄严论》 在讲的过程当中以前学过一些中观 学过一些因明还有一些薄弱法门的人 可能听了之后有新的感受 还有也会懂得它的内容 从来没有学过经论方面的这些道友 这个仙观听起来可能稍微难懂一点 但实际上我也最近主要显宗的课 一个礼拜当中讲一堂课也是想 大家有一种难得的心 这个仙观虽然难懂但中间每天都是应该 如果你要去修行就会有 调伏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增上自己的智慧等等 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需要学习和修行的教言 因此佛陀的教诲 窍诀像甘露一般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有因缘的话 你去享用它 必定会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烦恼的疾病 因此大家也有一种难得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不管是听任何一个课 把它当作一种世间的培训和世间的一种学习 或者是演讲的话 可能我们对佛法价值的定位 还不算很完整 应该我们要想 百千万劫当中非常难以得到的 可以有一种说法叫做 百日有仪式 一百天当中如果有一顿饭 我们非常的珍惜它 我们非常的去向往它 就是这一顿饭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的 专心之志的会接受 同样的 哪怕是一个礼拜当中也好 或者每天一堂课的话 大家有一种清净的意乐和恭敬的意乐 还有希求的意乐 这个很重要的 因此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师那里 接受解脱道的时候 大家有一种欢喜心和恒长心来接受 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 他们把它当作一种世间的培训 就像世间当中有一个临时跟大家的一种上课 这样也可能不合理的 本身从谋众意义上面来讲我们佛教的一些 堪布也好 堪摩也好 格西也好 法师也好 这些都可以说是佛学当中的一个指导者 也可以当一个老师吧 今天刚好是教师节 然后我今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接了很多电话 后来我想起来 其实我也是个老师 然后我不小心发了一个微博 我一早上接了很多电话 没有人提教师节 然后我自己也是已经从85年到现在 已经有28年的佛教老师 然后没有人提的话 干脆我自己对自己说节日快乐 然后我就发出去了 结果电话 信息非常多 我就特别后悔 但是也没办法 这叫做自作自受 自讨苦吃 会也不行 不会也不行 很多人都 所以我想刚才说什么 就是我们学院当中也好 其他地方 大家佛教的学习不要当作平常的学习 如果是平常的一个学习的话 我想在一个老师面前带可能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这种现象 应该是很少的 比如说我们大学当中 那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去找工作 永远待在大学里面 一直修不完的 这样的大学国内外都可能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佛教当中确实也是有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他有取之不尽的一些智慧和慈悲的宝藏 我们作为一个求学者来讲 任何一个善知识 从开始到最后离开之间 一直可以接受佛法 所以我认为佛教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不共之处 因此我们把它一方面当作一个教育 世间的教育也是同样的 我们人没有高等的教育 就成了一个野蛮的动物 就是说实在 同样的佛教徒实际上也需要长期的教学 任何一个寺院当中 如果没有很好的闻思修行 那这个寺院变成一种形象的 以后我们教育课 现在我们学院的藏族南宗女宗 这几天一直开教学大会吧 大概今天的第三天 到明天闭魔 这样所有的堪布和堪摩都 我也听了他们大多数的演讲和一些说法 刚才有些堪摩 有些女宗法师说 今年他们在各个地方 像那个女宗寺院 在藏地的尼宗寺院 派了可能二十多位法师 他们也有长期讲经说法的 也有短期讲经说法的 所以我们教育课这边以后也应该有一种 怎么说 汉地也是 我刚才在想 我们这边也应该是可以 不过汉地有一个毛病 好像谁都没有什么情法师的 谁都没有这种意乐 没有传统 整个寺院里面也是没有这样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寺院都变成了女友场地 其他一些群体都没有 藏地跟这个不同的 本来男宗和女宗比较起来 可能女宗这边从地位 他们的一些学术交流方面 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现在 光仅仅一年当中 我们出去二十多位 实际上我们这里也应该 从今天开始吧 那天也讲了 如果你们在这边有人请 先应该是我们各个班的法师和教育课 包括我在这里 在这边要筛选和过滤 别人光是请 你以佛学院的名义来去的话也不行 必须要你自己的行为 你自己的水平 在学院里面待的多长时间等等 在外面有一些希求的话 我们这边也可以 短期的可以拍 前两天有些国外的道场也跟我说 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 你们想出国的话 费用没问题 想出国的举手是吧 真实 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国外也好 国内也好 大家不是以其他的目的 一定要把佛法作为自己的目标 然后其他地方 希望我们在各个地方 如果有希求的话 尤其是冬天 就是放假两个月期间 各个地方有一些安排 比如说这个学校要讲两个礼拜 或者这个企业需要讲一个礼拜 或者说这个寺院讲一个月 或者说这个团体 除了其他的一些团体 有些地方可能给他们要讲弟子轨 有些给他们要讲肉性论 有些地方 如果有一些希求的话 光是说你们给我派一个法师 不能这样的 你这边要多少人听客 我们其他都不需要什么 甚至我们鹿飞这些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也是经常自飞 这样都方便一点 不然他们给我安排一个住处的话 我不得不看他高兴和不高兴 如果想起这样的话 也是很不好的 我们自身有这个能力的话 法师自己解决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这个谁都没有什么 现在也不是五十年代 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 有些法师也特别特别害怕 拿一百块钱 我不能供养 不能接受 钱了 钱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紧张 作为一个真正的佛菩萨 对这些也是如梦如画 也没有什么的 对施主来讲也是没有什么 为了听法 没有什么 这个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佛法方面大家要有安排 世间上要有安排 如果有这样的话 我刚才听到拉荣佛学院的男众和女众 每年都有一定的定数 我们以前也安排过 我那天在课堂上也讲了 我们今年开始也可以安排个别的道友 如果长期一直待在那边 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 也不知道 以前有些法师已经出去了 出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然后永远都是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一样的了 一样的 不是说我真正往生了 下面我们开始讲现观庄严论 这是刚才稍微有点抛提 但是还是有必要 今天我们紧接着讲现观庄严论 今天在这里讲到修道里面 那么修道当中 昨天前面出顶的位有三个修道 一个是心结修道 还有回向修道 还有随喜修道 有三个修道 主要是在处定位的时候安立的 然后入定位下面也会讲 修行修道和清净修道 我们随喜修道当中 今天讲到第三个 也就是说 这种善根没有退出的 让它不断增长的因 随喜修道 也就是说 表示道者的十一个法当中 它是第九个法 颂词里面这样讲的 由方便无得随喜诸善根 使此众所说 修随喜作义 讲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随喜 大家在座的人都知道 什么是随喜呢 圣者和包括自己 然后自己和他人 一切所作的 有漏和无漏的这些善根 自己发自内心地生起欢喜心 诚心诚意随喜他 生起欢喜心 心里面像某某佛菩萨也好 或者是佛陀来自我们众生之间的 所有这些众生和佛菩萨 所作的任何一个善根 我发自内心地起欢喜心 一定要愿这些善根不断地增长 这种叫做随喜 随喜所作的善根 有哪些方面的善根呢 主要是世俗和生意所作的 世俗包括方便方面的 也就是说自他所作的布施 持戒 以及六波罗蜜多为主的 在显现上的所有善根 我们也会随喜 世间当中哪怕是 念一句《观音心咒》 拿一次的《专经论》 放一条众生的生命 等等 凡是所有的善根 以方便所作的善根 一切善根都要随喜 从空性方面 也就是说无德 他这里讲无德 指的是空性方面 那么指的空性方面 也就是说 甚至像佛陀受证悟的 菩萨受证悟的 阿罗汉受证悟的 甚至我们凡夫人在入定当中 安住三能提供的一切善根 我们也要随喜 也就是说 生意地所舍的 和世俗地所舍的 生意地就是刚才讲 三能提供的智慧 所舍的一切善根 世俗当中以三能有相 具相的所有善根 我们会随喜 那么这样的随喜善根 实际上在《般若经》当中也好 或者《现观传论》当中 讲到什么呢 就叫做 修随喜作义的修道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随喜修道 因为善根要增长的话 一定要有一种方便方法 这个方便方法 首先我们要对善法有一定的信心 因为像《入行论》当中也讲了 心结就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一切都是诸法与意乐上 一切都是靠意乐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对善法有信心 那根本没办法的 因此我们一般来讲 世间当中虽然世俗和生意的 福德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功德最大的 一个是神结心 一个是回向 一个是随喜 这善者应该说 在所有我们的后德位的 菩萨在后德位的福德资粮当中 是最大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现在可能真正得到 修地的境界并不是很多吧 显现上不是很多的 因为从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境界 非常至高无上 但是我们是不是修行人 不管是明相上也好 还是思想上 作为凡夫身份来讲 都是往这方面努力 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 我们上师如意宝 原来也是说过 我们拉荣佛学院的传承 修学主要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的主要核心 价值观是什么样呢 利他和利己方面 以利他为主 今世和来世方面 以来世为主 法王如意宝说 他自己也是 对今世和来世算 来世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来世是非常漫长的 然后今世和利他和利己方面 利他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利他是更有价值的 所以以前上师也是这样说过的 因此我们讲 修行大乘佛法 必须有一种方便方法 那这些大乘修行的方便当中 首先是善根 为了没有得到的 让他得到要信心 要圣洁心 然后中间这种善根永远不被 各种外缘摧毁 就是要回向 你没有被回向摄持的话 很容易产生嗔恨心 产生邪见 产生给别人面前所宣扬等等 像这些来会毁坏的 所以说要回向心 最后要随喜心 因为随喜心 他所得到的这些善根 如果你不断地随喜 不断地欢喜心 那越来越增长 十字仙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 心结一切善根的来源 就像我们做一个经朝 经条的来源就是金子一样 这个经朝是谁来做的呢 这个是用金讲来做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这个心结是怎么样 让它使用呢 用回向和随喜来让它增长 本来是原来一块金子 让它真正变成另一种装饰品 那必须要依靠一种金讲的各种技术 才可以让它起作用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善根首先需要一个来源 来源就是信心 圣戒心 圣戒心没有的话 那很多人都是没办法进入修行 所以在座的人有没有圣戒心呢 应该说至少有相似的圣戒心是应该有的 否则不会去学习相关专案论 因为你一点信心都是没有 那就不会学习 除非在这里当什么特务 也有一些专门当出家医夫的 我以前遇到过很多 但是那种特务他经常爱打瞌睡 因为他真正的 专业心的 有些相关专案论 医名这些都听不懂 原来我讲《量力宝藏论》的时候 别人说他是特务 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相信 后来确实也是有点 然后我特意每天都是 他也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但是看着看着 最后我还是有很多的证据 后来我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来也是要跟踪他 他有时候跟踪我 我有时候跟踪他 我自己没有跟踪 让别人跟踪 后来还是有一些专门听音名的 也有这样的 这种也是很好 我很深欢喜心 因为他有第一个是圣戒心 第二个他也经常念 普贤西元品来回想 然后第三个 他从表情上还是随喜功德 所以说修道的这三种功德 在有些人身上也会显现 所以我想还是在这里讲到 这三种修行实际上 真正只有修道具足的 而比较相同的 在资粮道上面也会具有 所以对师弟的莫威 厚德部分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 在佛陀有关的经典当中也讲了 第一个是圣戒心 信心非常重要 信心和兴趣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是我们做任何的善根 大家也不要忘记回想 因为我们平时讲的是什么呢 叫善寿神 刚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 做任何一个善事 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做个忏悔 念个皈依 发心 这样 然后白天做什么随喜功德的事 行持善法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成为 以大乘波罗波罗蜜多的空性摄持 以菩提心来摄持 这样的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用普贤心愿品 或者用简单的 其他的一些 像五光尊者的回向文 这些来回向的话 每天都是你的善根 具有三殊胜来摄持 同时也具足修道的 随喜回向 圣戒心 这三者功德都是具足的 这是我们现在因地的时候 现在在做任的时候要学到 否则我们所谓修行的成就 并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 自己平时什么都不修 一天好像遇到一个很好的上师 上师用什么棒棒来敲一敲你 你突然好像打开天窗一样 哇 开悟了 就没有可能那么简单 说实在的 我们学过《显宗密宗》的很多经论的时候 虽然有个别的一些机器 利根者 但是这种利根者是不是 自己扪行证文的时候也是知道 不要说利根者 中根者都不是 有时候听课的时候 也是打瞌睡 懒惰 懈怠 昨天我们讲禅定的五种因 也就是说 修行禅定的五种障碍都具足的话 那怎么会能利根者呢 在这些方面大家应该注意 这是我们讲到入定位的时候的修行 下面讲到第二个是 入定智慧自行的五路修道 这个五路修道 宣说无间道自行的修行修道 还有宣说解脱道自行的清洁修道 其实相关重要论 可能你们多听几次的话 基本上知道这里面的名词 这里面的科判 这里面很多的关系 因为这些大论 光是从颂词上 或者科判上这样下去 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有时候很难分析 现在我们有个别的班 把它打成一个科判 科判也是立成一个标一样 那这样你就前后的整个 比如说八十七十亿之间的关系 七十亿的每一个法相等等 这些也是逐渐会明白 按理来讲 学现广传论的 首先颂词一定要背诵 八十七十亿的法相一定要背诵 然后他们的界限 里面的分类 这个一百七十三项也要明白 其实真正要学现广的话 至少也是这些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像四字仙和解脱部 以及藏地和印度高僧大德们的讲义 进行对照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对照很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先自面的意思要搞明白 然后就进行足结合 结合它的科判 还有一些要义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下面讲到 第一个是修行修道 修行修道 表示道指的法当中 第十个法 那么它也可以分为 正式宣说 修行习道 还有讲它的顺缘和违缘之差别 分两个方面 首先正式宣说 也是分本体和分类 那么它的本体是 大乘无间道的殊胜智慧 在修道过程当中的 无间道的殊胜智慧 然后清净修道 它是解脱道的殊胜智慧 就是解脱道的殊胜智慧 然后下面就是这样 怎么了 狮子应该没有 那天我们去学校 然后有一个人说 他在学校 像猴子一样 猴子一般最喜欢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讲到分类 分类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持自信殊胜 一切无座心 理法不可得十大一理心 我们刚才讲到修行修道 修行修道的话 实际上它是大乘无间道 大乘修道的无间道当中的智慧 那么大乘无间道当中的智慧 从它的本体上分 有五种不同的相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说 持自信殊胜 一切无所作 还要理法不可得十大一 总共五个方面 第一个 持自信的话 实际是大乘修行道 他的智慧波罗蜜多 他自己的本体 也就是说 大乘修道 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在《中观根本火论》和《入宗论》第六语 应该是《入宗论》第六语所讲到的 就是《智慧波罗蜜多的空性》 那它的自信是什么呢 无有任何的信论 智慧波罗蜜多的空性 那么修道的本体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我们经常说 我是修行人 但是你是修行人的话 真正最究竟的修行要达到无有习论的 智慧波罗蜜多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才算是修道的本体 这就是修道的本体 修道的法相上面有什么差别呢 它这里有殊胜两个字 也就是说它的修行 因为它是入定无分别的一种智慧 那入定无分别智慧它具有六波罗蜜多也好 三十七道品也好 那这些全是用智慧来摄持 也就是它是殊胜 为什么讲 用智慧来受持呢 在《般若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 《般若四颂》当中也是讲了 无有相道不能证菩提 没有相道的话不能证悟菩提 也就是说 所谓的波罗波罗蜜多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无度就像是茫人一样 没有相道不可能入路一样 他们就没办法成为真正的解脱之因 因此它是最殊胜的 我们在座的大家要知道 现在很多修行人对世俗的善根很重视 比如说增长福报 长寿 还有健康 甚至自己长得庄严等等 很多修行人也是在这方面比较重视 但这是是不是一个世间方面的福德呢 可以说是世间方面的福德 但真正的修行境界就像我们禅宗当中讲的 或者《中观》里面讲的 由智慧波罗蜜多来摄持 这是最殊胜的 也就是说 它发现的差别最殊胜的 需要这样的 最殊胜的这种境界 这就是修道的差别 修道的境界 它有这样的差别 这叫做什么呢 在颂词当中讲的殊胜 然后第三个 一切无所行 也就是说 一切无作行 一切无作行 指的是我们智慧形象的差别 也就是说 得修道的菩萨 它的智慧像是什么样呢 没有任何有为法和无为法的相状 没有执着人物 法物 还有外境 游境 以及来取长短等等 这样的相 一切无作行 没有任何形象 真正的一些大德 在他的智慧面前没有什么相 当时贝罗赞到焦摸草荣的时候 国王给他说 给一个如意宝 贝罗赞说 我的境界就是如意宝 国王的如意宝有何用 真正的一些修行人 他对世间当中的 比如说名声 财务 或者对世间的感情 世间当中的任何这些相 我们没有证悟 没有修行境界人 把它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相 现在世间当中有很多 我昨前天讲的一样 稍微别人对他说一句话就承受不了了 马上要准备去自杀 从汉地的有些历史上 我以前看过很多历史 包括很多国王讲乡 对国王一句话说得不对 马上要看守 马上要给他下授 有这种情况 这些都是坐相 但是真正有证悟 修行境界的这些人 那么世间当中的得失 世间当中的名声 财富 这些根本像梦中的彩虹一样 他根本不会去执着的 因此我们修行 也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道友当中也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 虽然有些人 他会安住在娑婆世界当中 他还是照样吃饭 照样走路 照样说话 照样他会睡觉等等 但实际上对世间的这些法 他完全明白 他的相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去执着相 去舍 拼命地去抓住 这就是一个凡夫愚笨的做法 所以很多修行人也是 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对世间法确实不仅仅 口头上是一种看破方向 实际上在他的境界当中 他的确也是放得下 这不是故意 刻意地放下 平民地去把它放下 这是一种造作 这也是他这里一切无作性 这是其实在修行当中 也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修行当中 立法不可得 这是所缘方面讲的 那为什么他把这些放下呢 因为我们所执着的 外在的这些法 不要说恶法 比如说世间八法 名声快乐等等这些 连佛法方面的布施 持戒等等 这些也是在最究竟的见解当中 立法不可得 所有的这些万法 最后确实也是不可得的 以真正的智慧 波罗弥多来摄持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执着的 任何一个对境 都是像虚空一样的 远离一切习论 所以立法在修行者的境界当中 不可得的 这并不是因为存在而不可得 不是这样的 因为确实它是利息的原因 不可得的 这一个有很大的差别 中观现句论当中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本来有东西没有给你 还有本来都没有东西不给你 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万法得不到 因为本来他没有而得不到 并不是 本来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去找的时候 好像没有能力找不到 不是这样的 这是第四个 然后最后他十大利益心 也就是说 他最后最大的利益 获得了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一切获得当中是最有利 最大的事 这就是在修行当中 它可以算是一种最大的果位 因此我们修道 大家都知道 修道实际上它真正的修道具有这些特点 无论它是从本体上面也好 法相上面也好 所缘上面 形象上面 最后的果位上面 有不同的这些五种特点 这就是最究竟的修道 当然这个修道 真正的修道 二地到十地之间 但是我们相同的修道 我们现在这个修道当中 也是可以有的 就是智慧波罗蜜多 现在我们也比较相同地可以生起的 它以殊胜的方便来摄持 也是可以的 形象和对境不可得 也可以 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将来获得佛果 获得圆满的菩提 这也是我们现在以将来 显现果位的方式来存在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分类 下面第二个科判讲 修行道的违缘和顺缘差别 先宣说二道之顺缘 然后还有宣说二道之违缘 把违缘和顺缘合在一起 在这里讲的 首先讲的是顺缘 顺缘也分为外缘和内缘 首先外缘当中它依佛 内缘即时等三桥诸方便 此时圣戒因 此时圣戒因 首先在我们相续当中获得 前面讲的 具有五种特点的 修道的境界 它依靠什么样的顺缘获得呢 第一个外缘是依靠长期的 多生累劫当中 一直十方诸佛面前 获得甚深的佛法 让他们欢喜 长期的诚实 这样之后才能得到的 这是修道的境界 当然修道菩萨的境界 需要依靠佛 而我们修行人实际上 我们相续当中 要获得修行的境界 也需要向佛陀 如果佛陀已经实现圆戒 没有住在世间当中的话 那么佛的代表僧众善知识 依靠善知识来开导 还有佛的代表 他亲口留下来的法宝 法宝也实际上就是 佛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对为什么佛恭敬呢 因为他留下来的 能取舍善恶的法宝 所以我们要想得到解脱的时候 有外缘和内缘 外缘的话大家一定要有机缘的时候 依靠善知识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 网络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利用好的话 又可以运营众生 依靠佛法来解脱 我经常在想 如果现在这个时代 像吴国王尊者 宗喀巴大师 以及六祖大师 如果是现在的大大 那他们肯定会通过上网 通过来学习 以前法王如意宝 在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在那个时候 基本上信息没有那么发达 但是每一次我们发现的时候 都会利用 有一次九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去新加坡 然后先去泰国 九月九号的时候 我从北京去泰国 泰国有记得开端 写了这么一个很奇妙的 昨天是九月九号 我回来之后 我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同步法业 当时法王马上要利用 然后我们在极乐法会的时候就利用 后来你们可能灌顶 有一个法王如意宝的极乐法会的灌顶 当时从九月 九年大概十月份吧 我们大概九月份 回来之后开极乐法会 极乐法会过后 开始应用同步翻译 然后一直到法王圆寂之前 所以我在想 前辈的这些大德 他会利用各方面的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到 比如说一个上师 他能幻变无数的身相 他可以幻变 但是像现在也完全是可以的 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 我特别希望 不仅仅像我 个别人不是这样的 以后我们希望我们法师们 不是自己一些名闻利养 通过网络 通过光盘 通过这种方式来 现在利益很多人 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种机缘 如果我们机缘没有抓住的话 以后也不一定 因为众生的心特别 瞬息万变 所以我们把弘扬佛法的一些机缘得到的时候 马上要用上 用上过后 很多众生 他找到了解脱之路 这也是诸佛菩萨的一种价值 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学会的话 我看到现在好多的 学院里面很多的法师 这里有很不错的一些人 都是先从学会这边 我就每天讲考的时候 看他们是刚开始怎么学佛的 什么什么 入菩萨行论 学的学的 然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又什么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这也是一种方暴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依靠佛法 依靠佛法还是依靠一个三朝方便 如果你亲自依止一个上师 当然是很好 但是现在可能学佛的人多 上师们比较少 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上师 现在不一定分得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要得到佛法就可以 上师不一定是一个人要上师 不然原来上海有一些居士 在飞机场为了一个上师 拿来拿去 有一部分弟子拿到上师 有一部分拿到上师的依附 这样不是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依附 这个修行人 这是外缘 那么依附 一个是依靠上师的法本 依靠佛陀的法本 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内缘 内因就是布施 就是行持六波罗蜜多 在世俗当中来讲 做布施 做吃劫 还有精进 就这样修持 然后从神义空性方面来讲 三朝方便的修持机制 也就是说禅定 禅定和布施相结合 世俗和神义相结合 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是圣戒因 圣戒因就是圣戒修道当中的 也就是说 通过圣戒 通过上面所讲到的圣戒 在这小细当中真正生起了 修行修道的因缘 那么修行修道 他这里颂词当中 直接讲修行修道 直接宣说了修行修道 他这里已经讲了 然后见解可以 我们下面讲到清净修道 这个应该是解脱布的观点 按照十字仙的观点 有点不同的 但实际上这两者 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为十字仙实际上 他这里按照解脱布的观点 来这样解释 而十字仙他认为 这里圣戒因 圣戒因这几个字 他跟下面清净道的因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上面叫的外因和内因 那么这几个不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上面的外因和内因 实际上是下面清净道的因 这个是十字仙的观点 而解脱布 直接来讲是上面修行道的因 然后见解来讲也成为清净道的因 为什么呢 因为清净道实际上是解脱道的 而修行道是无间道的 无间道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变成上面的解脱道的因 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 所以直接来讲 它是一个修行道的因 但是间接来讲是清净道的因 这两者好像表面上看 因为十字仙菩萨说 这一句是后面 马上要讲的清净道的因 他是科班里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而解脱布 他说是前面修道的因 我们前面刚刚讲的 修行道的因 但实际上很多大德认为 十字仙和解脱布的观点 只不过是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直接的话它是修行道的因 间接成为解脱道的因 因此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解释吧 印度的这些大德们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观点 任何一个时代的这些大德也好 修行人也好 他们都有 比如说像中国禅宗 他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也是一样的 我们讲到什么呢 一个是一知善知识 同时修行布施等死俗的善根 也要修持波罗波罗蜜多 极致圣观等圣意的善根 这一点希望大家还是在学习现广传论 比如说今天我们修行道的顺缘是什么 修行道的顺缘先第一个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师 好的上师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上师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一定要依靠一个特别可靠的法本 而且这个法本是前辈高僧大德做的 现在很多人 吴光尊者在《七宝藏》当中也说过 现在的人们特别喜欢分别念 他会践踏以前高僧大德的金刚语 金刚语不重视 重视分别念 这是末法时代的一种表现 这种做法大家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现在一些特别流行的语言 现在人们写出来的一些书 很多人都很喜欢 抢着 其实这个不一定的 应该是谦卑的这些金刚语 我们要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就算是一致上师 一致佛陀 然后自己内缘的话 这里讲世俗和圣义的善根的法 这就是圣戒修行道的因 我们前面讲第一品里面讲外舍持和内舍持吧 当时我也应该讲得比较细致 不知道你们忘了没有 所以外舍持和内舍持也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很多修行不成功了 就是这两个舍持没有 外舍持和内舍持没有 如果有了它好好地 一直外舍持和内舍持 那我们的修行一定会圆满的 否则确实是 而《群规教言论》里面说是 无数众生的心不稳定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祈祷三宝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今天你住在听法的行列当中 看起来这个是很有希望 一定会好好修行 再过两天的时候 他的心完全变了一点样儿都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我也有些人说是 这个人格很稳定 这个人很紧紧的话 我还是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我看看在十年 八年以后怎么样 现在一两天都是 尤其是他刚刚归一佛 刚刚修行的人都是 他就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甚至走路的时候还是舍不得走路 会不会浪费时间 我要修行了 刚开始会有这样的 但是慢慢就退失了 退化了 变色了 最后不可受拾 所以大家祈祷还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外缘 下面就是顺缘 违缘也是中违缘和别违缘 有两个 首先是中违缘 诸法摔损因 为魔所埋咒 这样修行正法损害的 唯一的因主要是外面的 就是他化自在天 有魔王波讯 一般从世间的 俱世论的观点 魔王波讯在上面 弥勒菩萨在下面 毒水天 所以经常我们表面上看了 好像对世间当中很多的魔障 比较强盛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怎么讲呢 将来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将魔众会消灭 那么我们现在众生 就像麦彭仁波切在以前 其他的教言里面讲的一样 众生每天都是受到 魔王波讯的不同的化间 贪嗔痴 贪嗔痴慢 有五间或者六间 每一个众生 魔王波讯从他化自在天经常 所以我们修行和佛法 唯一损害的因 众的来讲 违缘是什么呢 就是魔王的魅力 魔王的加持 控制 也就是说 我们的相续当中 经常有时候好像产生嗔恨心 有时候对法产生邪怠心 有时候金刚道友与金刚造友之间 产生一种嫉妒心 有时候没有任何事实的时候 也会吵架 有时候自己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尤其是我们众生 有时候福报比较浅薄的人 魔藏经常会现前的 我们有时候看到 这个人不管是学习的话 总是违缘很大的 今天头痛 明天丫痛 今天我要弄了半天 这也是魔王不逊来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睡不好 魔王不逊来故意 我今天早上想 不能让他战胜 我一定要把他该做得不好 该弄得弄好 不能对传法有影响 结果我很紧紧起来的话 他就害羞了走了 我们身上深刻的一种外缘和现象 实际上跟分别念有关系 分别念 所谓的魔王有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一定要强大 比如说你不愿意修行 产生懈怠的心 你如果不愿意去背诵 或者不愿意修行 这些都是跟分别魔王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这是众的违缘 众的违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分别的违缘是什么呢 必须不生戒胜法 执着无云等 恶有所舍持 这个也是我们修行当中很重要的 当然这个是修道菩萨来讲 也有这样的 刚好管说 我们这个人 我们现在都这样的 这个分别的一些违缘 有哪些违缘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容易进入修道 进入修道的话 因为自己即生当中的根机跟不上 根机特别下劣的人 这种人的话 智慧波罗蜜多的甚深的空性法音 根本不可能生起定界性 所以智慧下劣者 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会去学空性 不会去求空性的法门 我们有些人 我不去听中观 中观太深了 太累了 我还是要听一个简单一点的 加行 名言上的 或者我干脆对空性法门 刚开始的时候 他都没有进入的兴趣 害怕 甚至空性那么害怕 什么都没有了 那什么都没有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人生活的价值 意义 何宅等等 给自己讲一个特别相识的理由 然后耽误自己的机会 能量 这也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中间的时候 因为自己智慧浅薄 就是没有人无我和法无我智慧的原因 对自己的云 相 还有心 乌云有一定的实质 没有通达真实空性的原因 就像世间的繁育一样 对自己的利利歪歪的万法有特别强盛的执着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违缘 我们有些人 执着很强烈 给他怎么样讲空性也是 道理上完全都是可以有能力说服他 但实际上自己也是一直放不下 对世间的任何法越学越好 执着越来越大 这就是中间的违缘 到最后这种修行 波罗波罗蜜多的闻思 修行的境界 不能三世三宗的唯一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恶有 以恶有来摄持 最后就像历史上 像有些提婆大多 三星比丘 他们所摄持的那些恶有 最后修行都是不成功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好像修行也是很不错的 但后来跟这些恶有交往 其实恶有他显现是特别慈悲的 他给你帮助 觉得这个恶有 不管他是异性还是非异性 不管怎么样 当你修法违缘出现的时候 刚开始很吸引人的 这个人对我很好 我们一起去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出家群体的话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上网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这样很好的 我很关心你 你如果没有钱 我来出钱 那我们一起 现在很多修行人也是这样的 被外面的一些邪道 有邪见者 有信心者 他们把它已经引用了 包括我们学会里面的有些道友 刚开始修行很清洁的 但是后来有一些恶之士 有些人真的是表面上看来你的上师 结果你的善根解脱名全部都给断掉了 不要这样学习 你跟我一起 跟他一起过一段时间也没有修出世间的法 最后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 中间落在轮回的旷野当中一直提骨 但也没有办法 谁也无法救度 所以这是恶有奢侈 这也是设备可怕的 修行不能成功的 那么这几个是分别的违缘 不管是中违缘也好 分别违缘也好 我们修行当中大家还是要 我的再三再三地给大家讲到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修行不出违缘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很有必要祈祷莲花生大师 祈祷莲花生大师确实在你的修道过程当中 很多违缘自然而然会遣除 因为这并不是我没有任何理由而说的 这是我们很多修行人 在我的感觉当中包括我们学院里面 学院里面跟我当时一起的修行者 有些人对莲花生大师信心特别大 后来他的修行如今事业也是非常广大的 有些人对念师有一些不但没有信心 甚至有一些排斥和这种但是不知道什么因缘 在我后来漫长的人生当中观察 好像这些人不但弘法利生的死也没有展开 甚至自己最后离开世间的时候 也是特别糟糕有这种情况 所以即使你对莲花生大师和传承上师 没有很大的信心最好也不要诽谤 也不要舍弃 因为你舍弃它可能你无法超过它 它的这种能力跟你的这种能力 没办法相提并论 为什么 因为在藏地学悦 我觉得以前是非常黑暗的世界 在这个时候依靠菩提萨多和莲花生大师 他们的教法迎进来了之后 整个佛法的光芒照耀以藏地学悦为主的 如今东南西白的整个世界上多少个国家 这一点我想有智慧的人应该你要去看看 当今这个世界真正有系统性的 圆满的闻思的道成藏传佛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自身当中 并不是带有一个名相上的皈依佛教的 一个出家的 不是这样的 但实际当中对佛法生起真实的定解 在我们人生当中获得的快乐和幸福的 这样的人有多少个 所以我们佛教并不是脱离世间的 如果是脱离世间的话 我想那么多的年轻人知识分子 有那么多的如今高等学校 如今有这么多特别高层次的这些人乐意接受 而且他们接受的态度和接受的方法 远远超过我们世间当中所承认的 所谓的迷信宗教的说法 因此在某些层面上我们现在 尤其是这样的信息时代也要看出来 莲花生大师不共的威力和加持 这种对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带来 自他真实的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成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学《限观传论》的同时 也能获得密宗方面的一些殊胜的窍诀 殊胜的秘诀这些秘诀对你来讲 应该说是修行上最重要的 这个点亮解脱道的一个名灯吧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遇到这种修行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原来上师如意宝的有个道过里面说 他有时候坐在床上的时候 也唱起欢喜欢乐的歌 跳起欢乐的舞 连在床上都戴不住 我当时想真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还是有一种修饰次来 后来在自己经历了人生当中 走了一半的路的时候一回顾 哦 确实是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变成什么样 非常看得清楚 汉地也好 藏地也好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性变成什么样 但是在这个时候确实是 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佛法对人们的心里 就给了无穷的今生财富 那这种财富的价值谁来衡量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拥有这样修行境界的人来讲 应该是你有一种无比的欢喜 在面对世人也可以说一点都不过分 希望大家用法子内心的一种信心和恭敬心 经常祈祷莲花生大师这样以后 对你应该有一定的利益吧 如果你现在因为年龄没有成熟 因为生活纪念的阅历不高 你现在不懂你就记下来 再过十年以后你回顾一下 我今天所说的语言会不会兑现 也许可能对你有一种重新思考的因缘 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对你有丝毫的危害 就是这样的 请他我看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看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